他就說一盒兩百五 我們說說哇 太貴了吧 然後後來他說沒關係 你年輕人買得起 回想當天情形 黃先生仍然印象深刻 他痛提夜市一小盒壽司 要價兩百五十元 根本是在坑克人 木樹芽 然後好像還有一個黃瓜這樣子 如果說用增鮮的價格來比的話 我覺得一百到一百五 我能接受 黃先生說大年初五 他與女友逛樂華夜市 一間壽司店老闆娘 很客氣的請他們試吃 還稱讚兩人很登對 要他們直接拿兩盒 會算便宜 但後來巡價 一盒竟然要兩百五十元 他們決定不買 結果離開時還被罵 他就跟我們講說 你們也太不上道了吧 我聽到的時候 當下是感覺很不好 就覺得我不會帶來這一家 怎麼比較呢 我們做這麼多年了 價格都是一樣維持固定的啊 實際來到壽司店的另一間分店 業者拿出當天賣的壽司 強調他們用料實在 數十的價格本來就比較貴 而且兩百五十元的價格是指大盒的 不過他也承認當時母親確實有說不上道 老年人一時心直口快嘛 這樣我會跟他講叫他改進 這是我們的錯對沒錯 以後不會這樣子 到底兩百五十元是大盒的價格 還是小盒的 雙方說法都不懂 但其實這一間壽司店在網路的負面評價還真的不少 連附近店家都知道壽司店常被爆料 還有網友說尋價和點餐務必錄影存證 否則結賬時費用一定有出路 更有人直接點名是黑店中的黑店 類似消費爭議不斷在網路發酵 這回再被po網又引發網友議論 記者林榮月方新北市報導